我所看到的这么几种情况 一 诗多 学生少 现在 就说我学佛这二十年 有一种感觉 以诗自居的人越来越多 愿意当老师 不甘心当学生 觉得自己本事大了 当学生欺财了 更有甚者 祖师大德都不放在眼里 大有古佛在来的架势 狂徒 老师这个称呼 不是什么人都担得起来的 诗者 传道 授业 解惑也 我们这些所谓的师和大师们 对照一下自己 你传的什么道 你授的什么业 你给众生解了什么惑 如果你没有误导众生 还好 如果你把众生误导了 众生因你的误导而断了法身会命 你的罪业造大了 不要忘了 老法师讲的故事 一个雍医杀人 下了十八层地狱 一个误人子弟的老师 可是下了十九层地狱 结婚时 你能够造大了吗 你能够造大了吗 我可以说明误尼